冷氣室外急轟轟作響 因为大中午天气实在太闷热 让家家户户几乎都把冷气开好开满 来到防火巷弄内呢 可以看到各家的冷气室转个不停 因为今年的夏天比往年来的热 再加上疫情让民众普遍待在家里吹冷气 不出门 因此台电也提高了 今年七八月夏季的用电量 来到三千九百万千瓦 毕竟全台五月以来用电尖峰率创新高 因此台电上调夏季用电尖峰 从原本的三千八百五十万千瓦 到三千九百万千瓦 现在又面临全新难题 就是核二一号机组 因为燃料棒已经没空间存放 因此只能发电到六月二十六号 必须提早半年除异 让机载电力顿时失去了九十八万千瓦 而且核二一号机占夏季 被转容量率百分之二点五 又是全天候运转 不免让人担心是否会影响 夏季的供电稳定 我目前冷气都24小时开着 停电停习惯了 应该总是会有办法 大概24小时吧 因为在家工作 我觉得一定会吃紧啦 只是不晓得政府他想要怎么做 家会的燃气机组 还有太阳供电就可以补上来了 何况台电公司 目前正在税修的大型机组 目前都陆陆续续 都要修好 都要上线了 我们认为说今年夏季的供电 应该可以保持稳定 没有问题 台电技术对策 除了用太阳光电支印 还会有民营加汇二期 新51万千瓦的燃气机组 加入调度行列 最后大潭和大陵6号机组等 四部机组也会在6月中 到7月中陆续归队 预计可以多出222万千瓦 让夏季日间风被转容量 还是可以在8%到9%之间 今年供电你说它稳定 如果台电硬要做 有机会稳定 但是付出来的代价会蛮大的 面对日益攀升的用电需求 台电战战兢兢 强调会持续强化 维护机组的正常运转 以及扩大需求反应 确保全台供电无余 民事新闻伊丽婷 黄契豪 台北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 订阅民事新闻网